從飛機窗外將威士忌針釀 風光盡收眼底 搭上專機開啟巡禮 品牌打造高科技環繞體驗 在製酒師的代理下 讓參展民眾一窺近200年的糾長歷史 身為全世界最尊貴的威士忌 那有老酒銀行之稱 所以我們從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從台北101出發 然後領略了六個國家 然後來探訪威士忌的項目桶的起源地 那接著就降落在蘇格蘭 那蘇格蘭的話我們就去看了國家藝郎 那最後呢我們就來到 再回到這個老酒銀行 品牌觀察台灣對高年份酒款的需求逐年增加 消費者越來越重視背後的文化及故事 延續老酒銀行概念 全新推出年份限量酒 台灣在對於這個單一麥芽威士忌 尤其它老酒方面呢 非常非常樂衷 今年呢它的評審上面呢 有2023的一個版本 是採用了這個西班牙 港莎Bios的雪莉酒廠 它是一個30年的一個成年雪莉酒桶 那它是非常非常珍貴 台灣是品牌全球第一大市場 這回批次推出年份限量酒 成功掀起建廠家的收藏熱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